不行,这轮不转的 我又来带美女看日出了 说是看日出,实则就是带她们来感受一下极寒 这里是九曲十八弯 何所谓九曲十八弯啊 就是鹅沫和流经死地 弯弯曲曲所形成的很多拐弯 冬季的鹅沫河已经结了冰 冰面上覆盖了矮矮的白雪 远眺过去犹如一条巨龙 现在室外温度是零下三十二度 手机上预报日出的时间是八点零一分 那个方向有一点点的红 但是我看天气报上说今天有黄色大雾啊 不知道等一下太阳出的时候有没有以往那么红啊 希望天气能够给力一点 让我们三位广东美女不要白白挨动啊 零下三十二度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此时此刻想打开我家冰箱门 躲到冰箱里面取暖 冰箱也就零下二十度吧 太阳要出来喽 瞧了 太阳出来那一刻丛林小火车也要来了 好遗憾 你看今天的日出效果一般 你今天就往回走啊 上车饺子下车面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完了他们说你病了 我当初跟你打电话估计你也没下了 好点了 那你那你回去往慢慢开开了啊 完等过完年再再联系呗 好那就这么低我就开车了 哎呀谢谢我郎哥谢谢我郎哥 兄弟们郎哥昨天从安徽回到的墨河 然后身体不是很舒服 太冷了这地方真的是会冻病 然后今天他就离开墨河了 往胡萝卜岛家回 反正也快过年了 回去养养身体吧 甘自媒体这行 说实话挺吃辛苦的 都健健康康的 完了我呢 没能亲自送郎哥 你也知道我现在在路上在带队 等过完年过年 我们再约看看 就把人一起去蒙古国 给大家深耕一下蒙古国的草原文化 我现在到28站了 就这里有信号 要不是这里有信号 我可能都不知道郎哥今天会离开 都是为了逃生活 兄弟们 都不容易啊 希望屏幕前的您也是健健康康的 都保重 你说巧不巧 碰到我抄地了 我不带孤独了 一般这条路 人家的普通司机都不愿走啊 就我俩 我俩属于那种 对不对 兄弟 不行这轮不转呢 哎呦我去 哎呦我去 这轮不转新歌 新歌 这轮不转 这轮不转 这个不转 听着这个 是不是冻住了 来这回再试试 我拿着 不行咱那灌的 好看 给我来 我拿着 没事 这天多了 你说兄弟们 刹车动作 不行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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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喷枪 给他烤烤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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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露啥车 也不露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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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一下吧 让星哥再试试 看行不行啊 动了单批轮 这批转 你看这都是 广的 车道挺有劲 咱看这把啊 能不能行 有缓不 要 哎 缓了 欧了 欧了 可以了可以了 欧了 本地车 二法度啊 这外地车又蒙痛了 这就是古沙的缺点 里面容易存着水啊油之类的 然后它包住了 沙沙皮就不归位 冻住了 如果是叠沙呢 冻住的概率就不是很大 叠沙是裸裸在外面的 产生的水蒸气啊 这些油污什么的 就挥发掉了 归根结底还是墨河太冷了 要不咋那些各大车企都来墨河做 急寒冰雪实验的 现在是下午的2点27分了 我也把车提前打着热一下吧 像这种天气呢 每隔两个小时 咱最好热一下车 以免出问题啊 看那姑娘 云车 这么冷天在晕着 这顿吐啊 哎太早醉了 终于安顿下来了 朋友们才有机会 给大家录一个视频的结尾 阿丽现在到北极村了 今天没能在北红村住 因为北红村接待能力有限 根本订不到房 趁着天下之前 又多开了100多公里 咱们到达了北极村 嗯 今天是狼哥 离开墨河的日子啊 十分抱歉啊 都没有机会 去送狼哥 正在这里 祝狼哥一路平安了 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机会 在一起一些旅行的 也希望粉丝们多多谅讲 这段时间呢 是我们黑龙江 冰雪旅游的旺季啊 搞的所有旅游工作者 都是焦头烂额的 你们也看到了 哈尔滨冰雪大事件 出现了这个退漂事件 关于这件事情呢 很多朋友也希望阿里能够说两句 其实 阿里没什么好说的 效应八方克 不管是谁的原因 咱们作为东道主 作为服务行业 都应该面对微笑 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切记切记啊 咱们好话好说 我是在南方工作生活过的人 我是特别理解这一点 切记切记啊 像刚才阿林自己进北极村 景区门口买票的时候 也是碰了一鼻子灰 我递过去四张身份证 三位广东朋友的 还有一个我自己的 正常的购票流程就是身份证 刷卡生命制 然后找码结算 我们四个人一共付了 270多块钱的门票 但是我一看不对啊 应该是多收了 游客的门票是68一张 本地人的门票是10块钱一张 出票员连看都没看 直接就给我刷了四张游客票 多收了我58块钱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个价钱不对 然后我说有一张是本地的 然后那收费人就说 那你哪不先说呢 有本地的你不先说 我说咱们不是身份证实名制吗 你一刷你都不仔细看呢 哎呀 其实我他那可能是太累了 服务态度极其恶劣 不行退给你就完了呗 哎呀你费什么话呀 哎呀其实我 当时我都很想打举报电话 投诉的了 那细想想算了 还是别给这个时候的冰雪旅游添乱了 我要这个时候再发这种事情 那回头又有人说我黑自己的家乡了 哎忍了吧 朋友们有点扯远了 好了就不说那么多了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了 最近的作品没什么内容 因为我回归了现实的工作 都是在带队 春节之前只能这样了 因为现在墨河的接待压力太大了 咱们作为一名老总队也得 借分心借分责任哈 等官年再说 官年看看是去蒙古国呢 还是说 官年再说吧 官年再回归自媒体 重新计划新的一年的旅程 抱全了兄弟们啊 感谢你们的支持与陪伴